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上次在第一個部分講到一些 跟形狀有關的這個 字首跟字根 接下來在第七課的第二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繼續講跟形狀有關的字首跟字根 不過讓我們先來複習一下我們上次教的 不知道大家回去有複習嗎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我們提到說跟形狀 就是任何形狀沒有特定的 就只要描述說有形狀的東西 我們用form,morph,oid,oid 這三個字根 還有兩個字首 一個是morpho,morpho,plas 這五個字首跟字根來形容有形狀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transform 還記得嗎 變形 變形 變態 古怪 然後用來形容形狀跑掉了 就是說變得奇怪 古怪的形狀 等等 deformed 就是說指的是形狀跑掉了 變得奇形怪狀 用什麼 Pyro 用Pyro 還記得那個Pyrobrachia嗎 Pyrobrachia Pyrobrachia 是上肢的畸形 然後呢 用來形容多次的 Sorny Spiny 是什麼呢 Acanth A-C-A-N-T-H 然後呢 用來形容放射狀的 像這個陽光的光芒這樣 放射狀的 或者甚至就是直接指的像放射線的話 我們用 A-C-T-I-N-Actin 或者是Radio R-A-D-I-O 這兩個字首來形容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今天的課程 今天的課程呢 第一個我們要講到的字首 是用來形容所謂的Crooked 像比方說這個牙齒不整齊 就是Crooked 我們就可以說Crooked Tease 然後呢 或者是Loop 好像這樣子 有個圈圈的這樣叫做Loop 這種形狀呢 我們用Ankle 這兩個都念做Ankle 那聽法不一樣 A-N-C-Y-L A-N-K-Y-L 都念做Ankle 然後呢 Scolio S-C-O-L-I-O 都是用來形容的彎曲的 不整齊的 或者是呢 那個圈圈的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例子 第一個呢 我們看到 這個 Ancholostoma Ancholostoma是什麼呢 這是一種貓跟狗的 狗蟲 貓跟狗體內的寄生蟲 這種Ancholostoma Brasil Brasiland 這個 說真的 這個拉丁文 有的時候要怎麼念老師自己呢 都還要去參照這個字典 那在這個課程裡面呢 其實所有的發音 只要能夠找到這個字典上面 有發音的呢 那個都是遵照這個 道士醫學詞典上面的發音 Ancholostoma 這是一種貓跟狗的溝蟲 就是Ancholostoma 接下來呢 下一個例子 Ancholosis A-N-K-Y-L-O-S-I-S Ancholosis呢 指的是 那個 那個脊椎 脊椎的變形 那像這裡呢 這個 秀的是 那個鯊 不是鯊魚 鯊魚 鯊魚的這個 鯊魚的兩節脊椎骨 本來應該是分開的 可是呢 可能因為外傷 或者怎麼樣 最後呢 導致兩節脊椎骨連在一起 這樣的現象叫做Ancholosis 那個在人裡面呢 也是會出現 然後呢 最後一個 Scolio 我們舉的呢 其實是可能蠻多人都不陌生的 Scoliosis Scoliosis是什麼呢 這個SIS 我們前面這個Ancholosis 也看到O-S-I-S 然後這裡是S-I-S 或者是 因為前面Scolio 本來就有O 所以呢 Scoliosis 這個S-I-S呢 指的是一個過程 或者是一個這個 那個 發生的那個現象 那Scoliosis呢 指的是脊椎側彎 脊椎側彎叫做Scoliosis 那現代人呢 很多因為運動不夠 再加上呢 長期坐著 那個久坐 有很多人的坐姿都不正確 坐姿不正確以後呢 就造成這個Scoliosis 這個脊椎側彎 脊椎側彎呢 產生的後遺症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呢 建議大家呢 有空要多去運動 然後呢 坐在椅子上的時候 即使要正確 才不會產生這個Scoliosis 我們來複習一下 這個呢 剛剛講的 這個彎彎曲曲的 或者是不整齊的 或者是這個Looped 用什麼樣的 這個專業的字首來表示呢 Ankle A-N-C-Y-L A-N-K-Y-L 還有呢 Scolio S-C-O-L-I-O 這三個都可以表示 接下來呢 下一個 是要表示呢 棍子狀的 短棍狀的 Rod Rod 是短棍 短棍子 那表示短棍狀的呢 有三個字首 一個是B-A-C-I-L-L 然後呢 一個是B-A-C-T-E-R 然後呢 第三個是R-H-A-B-D 那這個 B-A-C-I-L-L 大概都 大概可以念成這個 這個 B-A-C-T-E-R 然後呢 B-A-C-T-E-R 可以念做Bacter 那這個 R-H-A-B-D 就比較難念 我們等一下看例子 大概就知道怎麼念 那通常呢 B-A-C-I-L-L 這個字首呢 是用來指的呢 特指的是 就是說 跟這個 B-A-C-T-E-R 不太一樣 B-A-C-T-E-R 大概泛指 只要是跟細菌 大家看到這個應該會想到Bacteria 就是說 B-A-C-T-E-R 這個字首呢 泛指的是跟細菌有關的 不必然一定是短棍狀的細菌 但是呢 如果是B-A-C-I-L-L 這個字首呢 就一定是 短棍狀的細菌 短棍狀的細菌是什麼呢 也就是感菌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 我們舉的例子是Baxiluria Baxiluria呢 Baxiluria呢 是 在 U-R-I-A 這個字根呢 是尿尿 就是 尿尿裡面有感狀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尿裡面發現了感菌 叫做Baxiluria 有的就是因为事实上就像老师刚刚提到拉丁文 因为这些专业的字首跟字根都是拉丁文或者是希腊文听起来的 有的时候真的其实是不太好练 所以之前老师也有听过我的老师或者是我的同事 把这个B-A-C-I-L-L-U-R-I-A念作Vaxiluria 可是事实上其实参照这个道士字典 它是念作Vaxiluria 所以老师特别把L-U 把它用底线就是提醒大家这是念作Vaxiluria 就是感菌尿 就是尿尿里面出现的感菌叫做Vaxiluria 那下一个例子找不到图 Vecteremia 一样这个RE虽然说 那个前面Vector后面EMIA EMIA这个字根我们后面会教导它是跟血液有关的 所以呢那个血液跟细菌就是什么呢 菌血 Vecteremia就是菌血 那菌血呢因为找不到相关的图片 所以就只能够大家想象一下 那Vecteremia就是所谓的菌血 那这个 一样就是说因为这个RE是念在一起 所以其实是念作Vecteremia 就是在血液里面出现的细菌叫做菌血 Vecteremia 然后呢第三个那个RHABD呢 我们举这个例子叫做Reptrovirus Reptrovirus是什么呢 Reptrovirus呢是所谓的叫做 弹状病毒科 子弹的弹 或者呢也有人说是炮弹病毒科 就是呢这一颗的细菌 对不起这一颗的病毒 都是呢看起来这个 这个图上面的秀的就是呢 属于这个Reptrovirus其中的一种 这个Vascular Stomatitis Virus 会引起这个胃发炎的病毒 那看到它这个病毒的颗粒 是不是一颗一颗很像炮弹 对不对 一边平平的 一边圆圆的 然后又长长的这样看起来就很像炮弹 那炮弹病毒科呢 其实最有名的 倒不是这个Vascular Stomatitis Virus 最有名的是这个引起这个狂犬病 狂犬病毒呢它也是Reptrovirus之一 那不过呢找不到这个 找不到它的变险图可以用 所以呢大家就 看着看着 就是呢大概形状也都差不多啦 因为是用形状来这个命名的 所以大家记得说呢 这个狂犬病毒呢也是属于Reptrovirus 就是炮弹病毒科或者说弹状病毒科 那弹是子弹的弹呢 好我们再复习一下 表示这个感状的 短感状的这个专业自首呢 有三个 一个是B-A-C-I-L-L 一个是B-A-C-T-E-R Vector 然后呢最后一个是R-H-A-B-D 接着呢要来讲的是线状的 细线 那个比较细的线呢 有几个这个专业的字首可以表示 一个是Chordor或者chordo 然后呢F-I-L 然后呢M-I-T 这个都是表示线状的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完全иру Di-Cey 第1个呢Cordeta Cordeta是什麼呢 那个我们是不是讲这是线 对不对 跟腺有关的什么呢 Codeta是在动物界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门 叫做脊锁动物门 脊锁动物门是Codeta 脊椎动物是属于脊锁动物门下面的一只 脊锁动物 以前老师在读中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都跟我讲说 这种鱼叫做文昌鱼 说是最原始的脊锁动物Codeta 可是最近看到一些文章 好像说现在有一种最新的 叫做皮卡鱼 说这个才是最原始的脊锁动物 到底是皮卡鱼还是文昌鱼 这个老师可能要找时间 请教一下学演化的老师 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给我比较清楚的答案 不过不管是文昌鱼还是皮卡鱼 他们都是Codeta 脊锁动物 接着我们看 FIL我们举个例子叫filament filament指的就是细细的线 像比方说我们细胞里面 有这个Actin Filament Actin A-C-T-I-N 就是机动蛋白 Actin是机动蛋白 机动蛋白所构成的线 所构成的一整条的就叫做Actin Filament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跟Cord 跟String就是线有关的字首是我们举的例子是Mitochondria Mitochondria是什么呢 MIT是线对不对 C-H-O-N-D 我们后面应该是在第七课或者是 第七课第三部分或者是第八课会交到 C-H-O-N-D是颗粒 线粒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粒线体 这个是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变显图片 然后写N的这个是什么呢 是细胞核 旁边这个小小的写M的 这个就是粒线体 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粒线体呢 有的看起来长长的 好像这一颗看起来就长长的 比较像什么 比较像线 就是MIT 然后呢 像这个 这几个呢 是不是比较像颗粒 那是因为呢 我们在这个做这个电显的时候 或者说 用显微镜观察的时候呢 因为不同角度 因为粒线体其实是 椭圆形 就是说那个长椭圆的 然后呢 但是当你从 就是说你从显微镜下面呢 你从显微镜下面观察的时候 因为有些粒线体可能是这样 像这样子的呢 就看起来像这个形状 有的粒线体是这样的时候呢 是不是就变成这个形状 所以当初也是因为这样 就是看到说这个 然后这个 所以叫做mitochondria 所以是粒线体 然后呢 大陆其实是翻成线粒体 就是因为 MIT是线嘛 所以大陆是翻的是跟我们相反 不过讲的意思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mitochondria 那因为呢 这个chond指的是颗粒 所以粒线体 千万不能写成这个肉质旁的那个线 写成肉质旁的那个线呢 就 这个可就不是这个 可就不是差之毫厘的问题了 而是谬以千里 因为呢 它是线状的或者是颗粒状的东西 而不是线体 不是一个gland 那个差很远 所以呢 mitochondria 粒线体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代表了string跟chord的字首 有chord 我们叫chordata 后面变成a 那是因为接了字尾的关系 然后fil 然后mit 这三个字首都可以用来表示线 好 第七课的第二个部分 那个到这边结束 接下来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上了什么 还记得吗 一开始我们教了什么 弯弯曲曲不整齐的用什么 anchol A-N-C-Y-L 或A-N-K-Y-L 还有scolio S-C-O-L-I-O 然后 感状的 棍子状的 短棍状的 B-A-C-Y-L-L Vaxilluria 还记得吗 尿尿里面有感具 然后呢 Bacter 这是细菌 Bacterinia 就是菌血 然后呢 RHABB Reptal Virus 炮弹病毒科 感状病毒科 然后呢 Stream chord 那个线状的 我们教 C-H-O-R-D-O 然后呢 F-I-L Villement 然后呢 N-I-T 这个都是表示了现状的 那第七课的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边 那回去要记得复习 然后呢 那个 Until next time 我们呢 现在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感谢观看